各位同修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談百孝篇第十二章 孝親親則莫迴言 我們前兩集就有談到 一個父親他受不了主女的頂嘴 主女的慢罵 到時候要駐殺了 為什麼要駐殺 這個父親是在槍擊要犯的 槍下逃脫的一位英雄 在槍凌彈雨之下 他可以逃過這個結束 從容的就這樣離開 但是為什麼主女頂他幾句話 他受不了 因為對主女有期望 對主女有期盼 所以太傷心了 太失望了 最多到最後他會走到絕路 所以因縱 親因縱如山 抱出義之連 父親的生意 養育 養育 教育之恩 就種出這種三頁 不可祭祀 父母親時時刻刻 慈禮 關愛 懷抱 主女的教育種種 尤其是我們小孩成長過程中 當那種剛出生出來的時候 前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這個小孩子的身上 包括小孩子要睡覺的時候 養育他的時候 都編了一首的歌 台灣就有這一首歌 我來唱一下 我用台語來唱 但是沒有關係 我用我們的普通話來解釋 他就 小孩子歌 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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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是在描述 小寶貝 小寶貝 你要好好的睡 一個晚上就可以長一寸 小寶貝 小寶貝 你要好好的睡 一個晚上可以長一尺 第三段在描述說 抱著這個小孩子 從日出到日落 每天就這樣搖來搖去 這樣晃來晃去 抱著他看著他的臉 小孩子的這種臉 看起來就好像看到房間一樣 你是我的心肝寶貝 在搖的時候 這是父母親的心肝寶貝 每一個點點滴滴 就怕到你受到風寒 受到太熱太冷 無畏不住的照顧著你 這一段是沒有這樣 第二段 這段是在搖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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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去 抱歇 抱歉 走陰了 但沒關係 這一段就是沒有說 一點的青骨肉 越看就越舒服 晚上就邀它睡覺 白天呢 前面搖來搖來珍惜它 對是愛愛護它 第三段呢 鱼啊 鱼 睡 一米大一春 鱼啊 鱼 睡 一米大一春 当时鱼用惊 若有两心情 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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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就没有说同是一样的主女 哪里有两种的心情 不管她是男生也要疼她 那女生也更加要栽培她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那种观念 如果说重男轻女 栽培男生 对女生就比较不重视 如果对女生没有重视 你有起到老婆 起到媳妇也是不是好的 那起到不是好的媳妇 那你的孙子的教育一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第三段也是在媳妇说 同是一样的主女 不可能有两样的心情 男生也要去疼爱她 女孩也要去栽培她 第四段 鱼啊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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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汉寵牛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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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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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鲼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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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了處理的教育 到處去籌錢 籌學會 責任就是咱們的 就是這對父母的 來 第五段 鴨啊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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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鴨 畢業做大宿 討我無努久 長不剩新婦 長不嫁中婦 這一段就我們要說 小孩子讀書之後畢業他就會做大事 當父母親了 再怎麼辛苦也不會混久了 以前的小孩子畢業之後 都會賺錢幫忙家庭 父母親就比較輕鬆了 但是現在的父母親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小孩子就栽培到30歲以上 讀到研究所 讀到博士班 所以這個脫模無 不會混久 就是說你所付出的辛苦 不會混久 其實還是很久的 要等到男孩子起了媳婦 女孩子叫了先生了 這樣才能完成 第六段 他要講 他要睡覺 一米大一春 他要遺症 一米大一春 聽驚唱黃金 請驚倫著人 搖來引家床 我才會奉心 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 就是說 疼愛主女 就像在疼愛這個黃金一樣 栽培主女 就是我的責任 要養到他們 假期 我才會放心 有了這六段的照顧小孩成長的過程中 整個就描述一個父母親 他養育栽培主女 從嬰兒一直抱 抱到會走路 走路 然後從小誰 栽培到大誰 現在還要到master 到研究所 還要到博士班 我的小孩子都跟我說 爸爸我一定要讀博士 好 你們先做點工作 有一個經驗 再去讀 這個過程要受了多少的辛苦 說實在的 有經驗的人就知道 尤其現在前一陣子有一個電視節目 就在訪問小孩子 現在的小孩子 現在台灣的這種 說實在說